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最近銅鑼灣開了Donkey 作為港島人,實在太興奮了 因為終於不用再過海,都可以走到 我在他開張第二天的時候供了進去 純粹是我有一個小時在銅鑼灣的空檔 不知道做什麼好,不如去看看吧 我放了一個IG Story之後 很多人問我,究竟是不是要排排很久 然後裡面多不多人,等付錢的時候 是不是都要很久,還有我買了什麼 很多人都問我會不會拍購物品 本來都沒有想著拍的 因為一個小時我買不到什麼 但是我見大家這麼踴躍 就不如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有些東西我已經開了或吃了 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但是因為不是太多東西的關係 其實那一天就順便買了其他東西 不如跟大家分享那一天我買了什麼 做一個最近的購物品的系列 好嗎?我們現在馬上開始吧 我去Donkey那一天,排隊大約排到NSB的位置 未轉彎,進到八德新街那邊 就大約用10-15分鐘就進到Donkey裡面了 而排隊給錢就比想像中快很多 它有差不多50個counter位置 大約就五分鐘左右就已經給了錢了 那這兩個排隊進去給錢 都不是浪費了很多時間的 最浪費時間就是在裡面有四層走 以及裡面有極度無敵多人的 所以最近疫情嚴重的話 我勸大家還是不要去住了 反正其實其他地方Donkey 賣的東西都差不多而已 Anyway,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天的戰利品 第一樣東西就是我已經吃了三分二的長髮包 是有點覺得很寒酸的這個畫面 你看,整半個人那麼高的 是來到這裡差不多的 本身的長髮包我已經吃到底了 它是非常之划算的 15元就有這麼大條 而且它是很粗的 它這個橫切面是有半塊臉那麼大的 味道方面我覺得正常 因為我都放了幾天了 所以它開始變硬 但是如果剛剛買的第二天是很鬆軟的 不過就真的一個人或者兩個人 都不可能在兩天之內吃得完 除非每一餐都是吃長髮包 但我覺得真的很划算 另外我就買了這個零食 無論味道也好 外形也好 都是好像旺旺先輩的 我買它的原因 純粹是寫著那些榜上No.1 人氣No.1的字眼 真的到當時就好像在日本一樣 一看到這些字就完全抗拒不到 就放了它進購物欄 然後我吃了兩包之後 我媽媽吃到沒有了一半 是不是很厲害 我媽媽也說超好吃 但是真的不可以整天買 另外還買了這一包脆脆 它是奢打芝士味 看上去裡面這個樣子好像很鬆化 但是這一包還沒開 然後買了這個紫菜脆脆的零食 就是芥末味的 還有這些魚乾、魷魚絲 是芥末和海膽醬味的 其實這些零食都可以買給我媽媽的 因為她經常去遠足 如果帶糖就很容易溶掉 所以就要買這些乾貨類的零食 讓她帶出去遠足 讓她肚餓的時候有東西吃 然後就入手了兩包最近很熱的炸雞粉 一包是蒜味的 一包是柚子胡椒味的 因為最近真的很多人推介說超級好吃 我就八卦買來試 然後還有三個杯麵 平時我是完全不吃杯麵的人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看到他們是6元 然後味道很特別 就忍不住放進購物籃 有這個泰式咖喱蟹味 法式龍蝦湯味 還有這個周打蜆湯味 大家想不想看試吃 知道它們是什麼味道 如果想的話就留言告訴我 把我男朋友一起去試試這三個杯麵 然後應該會留意到他們的 我知道大家都在叫我喝少點酒的 但是這兩支酒真的很好喝的 他們是Troyer出的雨滋抹茶梅酒 是超級好喝的 之後只有7.5%的酒量 不算是很濃的 還有女生去喝都會覺得容易入口 不會那些很搶啊 很瘋喉啊 還有平時都是可能一天喝一杯半杯的話 我覺得應該OK的 真的超推介大家 其實它們不是什麼新的 或者DONKI才有的 但是平時我買開就大約140元左右 DONKI是買89.9元 所以為什麼我會買到多了一個膠袋呢 就是其中一個原因他們了 而最後我在DONKI買的東西是給Chopper的 它裡面是有很多貓貓狗狗的零食 這隻其實平時外面都可以買的 無論是EON 或者PETA 甚至一些寵物店 都可以買到的 但是DONKI真的便宜很多 它一包大約10-11元左右 所以我就買了兩包小的 那為什麼不買給小吉呢 就是因為有隻獅子頭的貓貓的零食牌子 全部貓都很瘋狂的時候 小吉是不會吃的 我在日本的時候買了很多貓貓 它是完全不賞臉的 所以我就沒有買給小吉了 DONKI買的戰利品就是這麼多了 免得讓大家覺得我全部都是買食物 很主婦的話 不如跟大家分享我最近買的其他戰利品吧 每個多月我都要補給我的ColorCon 每次都會買這麼多盒的份量 其實很多都在HOPING跟大家分享過 除了這一盒 都是OLANDS的牌子 這個系列叫Scandy 我買的顏色就是OLIVE的 其實我都沒用過第一次開的 這個Conn是比較金金綠綠的顏色 沒有外圈的 我也是小試牛都買了一盒10片的 因為它是綠色兼小圈 沒有外圈的話 我怕戴上眼睛沒有精神 所以就試試看吧 如果大家都有興趣的話 我就在IG上發給大家看它上眼睛的效果 然後就在Cosme Store買了這三樣東西 這兩個是回購的 我那天看到有去角質化妝水 我怕讓大家買完之後就自己拿來買了一個 然後就是我的Mascara 就是用OPERA的My Lash Mascara 大家都很有興趣知道我現在的 睫毛是什麼狀況 因為我自己做的DIY的角質化 就做了差不多三個星期了 可以近距離讓大家看看現在是怎樣的 我嘗試給旁邊這個角度大家看看 它還是這樣削的 其實我今天只塗了Mascara 現在看到它前面對到中尾段都還是向上削 但是最後那些就開始塗了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我那天做完蛋白是馬上化妝的 晚上再用下妝油再洗臉 都可以保持到這三個星期 大家如果跟足指示你不要做完馬上化妝的話 有機會可以保持得更加久 而最後今天的戰利品就是這一包Mascara 裡面是SIP UP袋 然後一包是有10片的 之前同一系列我買了他們的番薯還是芋頭 都蠻好用的 所以這次看到有薑味 大家都知道我對薑是抵抗不到的 我就買了來試 我都蠻喜歡的 純粹是它的質地 然後它的精華我覺得足夠 不是那些很強功能的Mask 但是有時候想敷一下Mask 但又不想太潤的日子 就可以用它 我覺得79元有10片 OK的接受到的價錢 以上就是我最近的ShoppingHorz的禮品 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記得給我按LIKE和Subscribe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同時是6屆就收音 同時是1屆就收音 同時是1屆就收音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Bye Bye Biii